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罗马书十四章 一至八节 十七节 你们要接纳其他 信心软弱的信徒 不要就他们的观点 跟他们争论对错 例如 有人相信什么都可以吃 但良心过于敏感的信徒 只吃蔬菜 觉得什么都可以吃的人 不可轻视那些不吃的人 有食物禁忌的人 也不可指责那些什么都吃的人 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他们了 你是谁 竟然指责别人的仆人呢 他们或站稳或跌倒 他们的主人自会评断 而且他们在主的帮助下 也必会站稳 并得到他的认同 同样道理 有人认为某日比另一日更神圣 也有人认为每天都是一样 不论是哪一天 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确信 自己选的日子是蒙月纳的 哪些在特殊日子敬拜主的 是为了尊崇他 哪些什么都吃的 也是为了尊崇主 因为他们吃以前先感谢了上帝 哪些有食物禁忌的 同样想讨主的喜悦 亦于在圣灵里过良善 和平 喜乐的生活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争论的重心 众多宗教中 基督徒总有讨论不完的观点和课题 当然 关乎是非黑白的道理原则 我们要判断清楚 站稳立场 不过 有些时候 争论双方各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又应该如何抉择呢 保罗籍食物的例子 指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 当时 在市场上买到的肉 都是拜过偶像的祭物 所以 有些人只吃蔬菜 但是也有些人什么都吃 因为他们认为 在主耶稣里面 没有什么食物是不结症的 保罗没有说 一定要吃 或者 一定不可吃 他只是关心 一 出发点 是不是为主而做 如果是 就不要指责对方 二 如果有信徒 因为某种做法 而被叛倒 就要为了他们而不做 保罗的立场和原则 今天也都用得着 例如有信徒问 今个夏天流行着背心热褥 我为什么不可以着呢 我着得时尚光鲜参加崇拜 不是代表尊重上帝吗 保罗的答案是明确的 我们先要考虑 自己是为了尊重上帝 或是吸引别人才这样穿呢 再者 如果某种衣着 会影响其他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愿意 因为其他肢体的缘故 而放弃着这种衣服呢 问问自己 听了保罗这番话 我们要有什么转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